各位觀眾朋友,大家好,我是張美娃,歡迎收看今天的9月16日的訪問新聞 在公立法國際國標麻油接,9月19-30日,將會在北港調天宮的標準兩項基盤 現場將會準備麻油接、進步和北港國標來和民眾變回市場 我黨也會陪到文化部北港公立參考的活動,要帶有客來實際北港的立書建築 希望可以做出行銷、軍人的館公,到在地第13位 當中白馬國中好吃的五檢,在雲林管政府行政院農委會北港訂公所訂單位大立的提供之下 議空一般年,北港國際的五檢麻油接,將會在9月29-30新大基盤 北港除了是媽祖信用的中心之外,它又是台灣的公益制度 尤其是我們這些產品非常非常豐富 所以說北港這個農的山蕉餅,尤其是大陸的一個鴨餅 還有這個麻油是全台灣,大家非常喜愛的一個地方的特產 今年的各種鴨餅的麻油接,不然提供民眾 吃到免費的麻油雞、Q母仔和北港在地的鴨餅 也集合到文化部北港古籍走訪的活動 斷捏到民眾來實施北港 我們今年有29號有麻油雞的麻油料理美麵品嘗 還有30號是姜母鴨,還是有創意料理比賽 也是希望說把今年的這個地方的產業跟觀光集合 所以我們今年還有配合文化部的一些導覽古籍的成員 在做一個古籍巡禮的動作就是解說 透過每一天的國際古兵麻油接,就是希望可以行銷 歡迎北港的觀光錄影,含在地的特色產品 讓還有很多人來知道 這是推了很多新的糕點,有不一樣的口味 我剛剛看到發粉的那種小的糕點 還有用北港在地化身做的糕點 那我想我們這次應該會帶來相當多的人潮 那也會整個提振北港整個商機 也符合我們李信宏先生講的安居樂業 日空一半年,北港町國際古兵麻油製 將會在9月29日30中期班 歡迎各位鄉親做會小酒來到老闆 記者講義,掌握報導